向我求共助 也奉奸外奔 10月29号台南市政府西域阿洋工厂 不见不散 无归动 先讲话拍标显尾 乎乘客家原理下来外人参团会 跟他开市场 市府客家事务委员会 在100%9年正式成立 这也是台南推动客家分化的一步 比来的持续来保存 以及好用客家的进行 所以说对于我们客家文化 还有客家语言 我们客家朋友们 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文化 能够更彰显 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 而且需要去做的 台南有客家聚落 但是没有客家大的一个行政区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 许多客家的朋友 在每一个角落 在每一个自己的社区 来保存客家的文化 以及发扬客家的精神 那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虽然台南是六岛当中 客家人口八雷最多的 但又是继续努力 在许多的当中 客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杨长正 也这次的未来 将会跟市府 做会来为客家 所谓的推动来努力 台南有一小部分 传统的传统 可能基本上 要比人家说好路发来 所以非常难得 采取一个新故乡当中 我们要练习来传承客家 来维度海洋传承议员 分发共同来打扁 台南市政府委员会计刑 客家VNV 出院会计刑 来老他家共同来打扁 这次乎选客家 万年外当市政府都得完 书生亭当中的 就是29号 由着指缝车救团 所担任的诸葛四郎 在市府市民公团 当时也会去客家 跟国家商业人的音乐 不用烦恼听不懂 欢迎大小朋友 聚会来 在亲生的风味下 来接受客家的文化